本集節目由音鋪贊助播出 感恩音鋪 讚嘆音鋪 片尾會有本次音鋪提供的獎品圖片美照 請先把影片看完 別急著拉到片尾看獎品 記得要有好習慣 分享留言加按讚 訂閱頻道當干霸 支持怡元借吉他 歡迎收看怡元借吉他 我是怡元 今天訪問到的是滅火器的祭司 也是我國小隔壁班同學 國小 沒錯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阿B 你今天也會順便介紹大陣 現場所使用的琴跟效果器 然後我們先從大陣的效果器開始介紹 其實到這個東西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這個是跟皮皮一樣的 Wireless Share的調音器 然後他也有調音器的功能 然後他就有一顆破音 還有一個破音 對 再來就這樣 然後這一顆 其實蠻符合他的 因為 他boost的類就是clean tone 音箱的clean tone 對 然後他就兩段嘛 一段就一般的破音 對 然後全on的話就是boost 可能是雨晨solo的時候他也會 墊一下 嗯 然後刻度其實都 差不多 剛好都 MARC 都都是已經做好MARC 對 那調整主要tone都是調音箱的 調音箱上面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對這邊都幾乎是固定的 喔那音箱他平常都用什麼 音箱因為早期他是用Marshall的 JCM2000 對 然後他最後面換了Fender的吉他 嗯 對然後所以音箱也更換成Twin River 喔變Twin River 對 Twin River或Hard弱 Hard弱比較 台灣比較少見 對 所以基本上是Twin River Twin River比較多 那他音箱上面他的調整會 大概都怎麼樣 嗯 因為他主要是刷code 就是節奏吉他嘛 對 所以 呃 Bass跟中頻的量會 稍微比較多 多一點點 對 然後高頻一點點 電笛的感覺 對 大概是這樣 那是他使用的Pick嗎 這是對 就 他跟雨晨也是用一樣 跟雨晨一樣是7-3 只是他是黃色的 喔黃色 差一支不一樣 這個比較軟啦 對 所以刷和弦 的時候比較 整片的 黃色.73 對 他的 小器 就這樣 他的電弓是 就是用原廠的嗎 還是 這其實沒電弓耶 他就是直接用他的變壓器 對 他們的變壓器 然後這裡的變壓器 就 直接一個原廠線 對 就這樣 接下來就是 RB的 祭司箱 是 對 好 那這就是 這個箱子就是我的 彼身的精華 沒有 其實就是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 箱子很小 然後裡面就一些 小工具 因為一開始 也不知道會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當然就是靠經驗啦 對 就是一場一場 大概 這個 就是知道下次要準備 然後漸漸的就 越來越大箱 對 那現在大概東西就是這一些 然後 其實東西蠻多的 好 我一個月來介紹 這其實它 原本是一個空箱子 對 然後 這種隔層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隔層 對手做的隔層 然後邊邊就放一些膠帶 對 一般的地板膠 螢光膠 螢光膠就是 我們 踩完牌可能會換別人踩 對 然後位置會動到 定位用 對 所以我們就是 都要用這個定位 踩牌的時候就把位置定起來 對 然後這邊呢 會有 就是 冰槍 大型的定書機 嗯 對 有時候 下雨 或是 地毯 對地毯 然後膠帶黏不住的話 就是再加這個釘槍 把釘槍 是不會動的 然後這邊 就是 一般的電池 保險絲 保險絲 對這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 音箱 有時候會燒掉 它音箱燒掉 第一個先壞的就是保險絲 它算是保護電 對 所以 我通常會背一些 各種 遇到的音箱的保險絲 這個型號 在身上 馬上換 因為其實這個 現場也 找不到 這一定 這一定很少人會準備的 對 很重要 然後 其他就一些 MIDI COCO啊 這些吉他的備料 吉他的一些 螺絲啊 然後像背帶扣 有時候背帶扣 安全背帶扣 它有時候還是會掉 對 所以會準備一些 小零件 這是備用的 Jack孔 對 酒精明片 插麥克風的 然後這個 啊這沒什麼 然後這邊再過來的話 這一盒是 鼓組的配件 鼓組的 全部都是鼓的 像這個 HIGH HAT的夾頭 然後 銅拔的 墊片嘛 有時候現場去 拔架 一個墊片都沒有 呵呵呵 然後一些 鎖頭 對 大概是 鼓的 這些會記得拿嗎 很多時候不是 就是常常會忘掉拿 你說 演完的時候 對演完的時候 呃 對 還是就是消耗品 通常 它是消耗品 對 通常都是消耗品 小零件 我會忘記 這個是 工具組 小螺絲 然後這邊我是放 他們三個人的Pick 對三個人 Pick在裡面 然後我自己的調音器 調音器 有時候背琴在旁邊要調音 對 然後電錶 一件事上去 就是先量電 對 電很重要 然後這邊就是 就是放一些弦啊 筆 然後這個是 Pick holder 嗯 就是夾在 麥克風 麥克風 夾什麼 夾Pick的 因為他們Pick很長掉 呵呵呵 所以我們每次都夾牌 然後就是 換弦的工具組 捲弦器 捲弦器 工具 這裡當然是 主要會用到的 那這邊 還有一些小工具 琴的 保養 保養油的 東西 然後這個是 這在日本買的 這是那個 接點復活劑 嗯 對 像有時候我們導線孔 接觸不良 對接觸不良 它裡面可能會生鏽 所以這個 噴下去 用一用 它就除鏽了 阿嬤用 可是每次 上飛機都被 因為它好像不能 帶上飛機 每次都被丟掉 所以你是 整 整咖 帶上去飛機喔 還是 就是拖韻 其實也是拖韻 但它這個好像 就跟那個 噴霧 類似 對類似 所以它是有超過幾末 不能帶的 呃 它沒有 但有時候 因為 機場的人 它可能不知道這什麼 然後它又會寫 注意高溫 嗯 所以有時候就被丟掉 但 其實它蠻重要的 對 然後 這邊還有一些 小零件啊 角的調音器 就是 Table角 噢這個蠻好用的 這也是認識本買的 各種六角都可以用 噢 像你 導線孔 或是琴頭的 它是鎖的 鎖的 對 所有的六角 全部都可以鎖 還蠻好用的 這邊就 電弓 然後 一些 鉗子什麼的 鉗子 對 然後下面 裡面還有一層 喔 還有一層 我自己做的 我就是 把 比較 不常用的放在下面 對 然後這一包 派對包 它就是一些背的 各種線類 像這個是 效果器 電源線 然後短導嘛 短導 然後 錄音軟體的 線 這個 喔 這個特別講一下 這是 這個俗稱鱷魚甲 對 就那種 好像 汽車電 電的 對對對 然後為什麼要用這個 你有沒有表演被那個 麥電到過 有 有對不對 有 因為那個 音箱 它的 電位 有時候跟 我們音響的電位 會 有落差 對 然後 因為你背著琴嘛 對 然後 你 你的身體在碰到 麥克風的時候 等於說你產生一個 電的 流動 嗯 就可能音箱的電 跟 麥克風是屬於音響電 可能它電位不一樣 然後你又 造成一個 就是橋樑的話 對 它電就會流過去 所以 電 所以我們才會被電到 對 所以你是一個導電 然後你再碰到麥 你就讓電流過去 所以你就會被電到 原來是這樣 然後 這個的做法是 我提前在 人的前面 把電漏掉 對 可能 這個夾在音箱 金屬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夾在 收音箱的麥克風 等於說它直接 導到 音響那一段 對 就不會 透過你導過去 哦 這個就取代你的 導點就對了 嗯 所以就取代你的 所以你就不會被電到 這個 這個也蠻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這個都會背著 背包 這樣 我們平常出去 主唱的麥克風會自己帶 哦會自己帶主唱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 骨槌 大骨槌 反正就一些備用的啦 嗯 備用的東西 對 這個箱子大概就這樣 接下來介紹大陣 現場使用的群 好 這個一把是它比較 前期在用 大概在會青春那時候 在會青春 SG 對 還是Standard吧 對 SG的Standard 它這些全部都是原廠的嗎 它對原廠 而且它好像不知道在哪裡買的 國外的二手的 的店嘛 哦是在國外買的 對 那時候買回來 但它現在幾乎沒在用 它現在就比較少用這個 對 SG它覺得 因為這裡啦 主要是NIC 對 對對對 它現在換 BAND的時候覺得 BAND太好彈了 SG的NIC還是算 其實它比Lessport還要薄一點點 薄一點點 但寬 寬度還是差不多 對 SG前期的用的群 現在 這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忽然說 它想買一把Fender 去買之後就愛上了 對 對 這一把是 它好像去沖繩買的吧 也是 也是在國外買的 對 Terry 然後 找一下 這也是日常的對不對 對 然後這一把就 算比較好彈啦 因為它有唱歌嘛 對 對啊 然後聲音的話 其實不會差太多 差一點點 但它這個 反而顆粒比較出來 顆粒比較出來 對 就是比較 顆粒感比較多 這是鋒墓嗎 這應該是鋒墓 它選是用 10還是 10到46 10到46 對 跟宇辰一樣 也是都會原廠 對 都會原廠 這現在跟宇辰 搭起來還蠻搭的 銀色上面 那這個都是 摔到嗎 還是 這應該是摔到吧 這摔到不是自己 自己用的 它應該買二手 摔到 喔 這是商 主要是 現在都用這個啦 對 這一把是 其實它一開始 第一把是買這一把 喔第一把Fender Fender是買這個 對 對 然後 它們兩個音色比較不一樣 這一把 這一把是比較 就是真的比較Fender 然後它的木頭聲多一點 就這把 對 木頭聲 所以後來就 這一把是當 主要的 然後它就 背琴 有狀況才會用它 但是出去的時候也是會帶這把嗎 只有 專長我們會 多帶一把 但主要商人或音樂技其實就再一把琴而已 對 了解 它們兩個 都是日常的 對 但它的 琴景比較薄 這把的琴景比較薄 摸摸看 喔 一個一般的 對 然後這個 不知道後什麼 這個也是這個稍微後一點 對對對 對 不太一樣 主要現在是 都準備這兩把 恩 謝謝RB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然後 如果你想要 נו 非常崇拔 粉絲 我們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